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先生 加写主席兼筹委会主席林国孙先生 与玉华校长继在场的所有好听 大家晚上来 首先我只代表新州日报感谢雷新华校 董家教师机构给予我们这个机会 为学校设施的提升而努力 让更多的孙生学者受惠 当然我更要感谢海欧基金 与本报今年第八度的合作 联办爱华教议 过去的七年来 我们与海欧基金 秉持着维护华教的共同理念 加上热爱回归华教的社会人士 以及民众的大力支持 才能够让我们的爱华教育员 一年接一年的成功的为诸多的 华校承诺所需要的建设 或者是活动发展基金 我们希望像海欧基团这样 积极回馈社会的企业文化和精神 能够获得其他企业的效果和学习 一起为华文教育法的发展 做出贡献 那我在这里 真的要特别感谢 今天出席爱华教议员的 海欧基团承办人 陈凯锡先生 向他致以万乐坟的谢意 他是我很尊敬的一个华盛女秀 一生热爱华教 热爱华家 而且一路走来 始终无益 当然在场的每一个 比如我们的开幕嘉宾 Hans Lee 还有明顾身贵女生 他们都热爱华教 还有在场的每一个 你们热爱华教的精神 才注使你们今天出席 我们这一场网络 一一飞 请大家给自己一个热力的掌声 各位 新洲日报创刊以来 八十班 这八十大年来 我们和华文教育 华团和华商 形成了我们华社的四大支柱 向来纯齿相依 是命运的共同体 我们每年举办大大小小 超过十百产活动 有数十场就是为华社筹划 还有数十场呢 是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推广 息息相关 报道馆所复起的这个角色 马来西亚的华人可能视为 留所当然 那其是放眼全世界呢 每个国家的报章 就是报章 甚至是中南台的中文报 也没有把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传承 而弘扬视为己任 但新洲日号这么多年来 却是抱着这样的使命 做着这两方面的工作 当然 如果没有全国各地的文教团体 华团 热爱华教的人士 像台欧这样的华商 和紧密的合作 包括在场各位的支持和配合 我们在弘扬文化和发展华教的工作 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也不可能这么的顺利筹划所需的反向 因为大家 我们才能够通过爱华教一眼的这个团牌 将华社大大小小的单位 紧紧地拉在一起 凝聚办法的力量 一起为华教做出贡献 这就是华文教育在我国读以来 面对突破风风雨雨和打压后 仍然能够拥有不断着重成长的动力 甚至吸引越来越多的文字团包来进度的主要原因 十年事务百年数人 例行划小至1939年 在奔沙创校以来 速度千校几经过着 那翻来这里呢 也接近了26个年头 那不只是成为首帮区 甚至是雪兰儿区 全国 跟全国区 无论规模 跟学生成绩 数一 数二的国家 为国家 为社会栽培了许多 非常优秀的子弟 那这一次 不是西州日报 第一次协助地形筹募发展基金 但每一次呢 我们不管是什么活动 都能够成功的筹募所需要的基金 这招数不简单 像刚才董事长跟我们报告 我们原本今晚的目标是五十万 可是呢 我们却成功的求错到一百万 那是双倍的亮丽成绩 感谢所有一路走来 和我们例行划小 并捐行的热爱划座的人士 你们见证并参与了例行划小的建设 让孩子们能够在优质的 就读环境中学习 而成长 我相信 在三机构的能力配合下 这次爱华教 的所筹划的基金呢 能够顺利的提升 给男的 或者是测试各种软硬体设施 让 必行数以千计的学生 收贿 最后我要代表西州日报 感谢大家的出席 希望借由今天的议演呢 把所有外部发展各位 凝聚在一起 在帮助地形划小 筹购基金之余 也有机会观赏到 我们本地艺人的精彩节目的演出 还有享受我们的美味加油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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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